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边 转到右边 OK 我们开始做肩膊后转 1 2 3 4 其实有三节你们自己做 肩膊旋转 1 2 3 4 还有三节你们自己做 肩膊旋转 1 2 3 4 后面那三节你们自己做 肩膊旋转 1 2 3 4 好 大家各位好 今天有凉快很多了 天气的转变 我们都适应了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诗篇14篇 今天是诗篇14篇的最后的三节经文 跟大家分享 神要拯救我们 你还记得这段经文 我们分享了两个星期 1到4节 诗篇14篇讲到它说 如还人心里说 没有实 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悟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要我说从天上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尋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业的 都没有知识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和 然后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五到第七节 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说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因为神在二人的族内中 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 并且亦我说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人的救恩从石安而出 亦我说救回他被老的子民那时 瓦角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1到4节提到那些如还人 他们不单不信靠 不倚靠神 他还蠶食 害了那些信靠严和的人 所以第五节 他说那些如还人他们害怕 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神来到他的二人的当中 用我们今天讲的神与我们同在 以至我们不再惧怕 这里提到一个字眼叫避难所 我们今天呢 这个环境都很少有避难所的 但如果大家记得在香港的环境呢 我们每次打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叫做避风堂 明白吗 那些船隻呢 就要駛入那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避过在海上的那种风雨 其实我们人生都一样 纵然我们面对很多人对我们的攻击 对我们有不同的计谋 但是 我们这群认识相信上帝的人 上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就好像避风堂一样 我们将我们的船駛进去 所以 以后接下来的风雨 我们就不惧怕 所以 对以色列人来说 第七节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以色列的救恩从石安而来 石安就是耶路撒冷 而且耶和说要救回他的百姓 拯救那些秘老 所以整个以色列要欢喜快乐 跟我们一样 上帝要拯救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 刚才我们听的首诗歌 是不是 是耶稣亲自来到世上 拯救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他亲自来到 那你都要主动去配合 你愿意接受 等于我们说 超级市场大减价 你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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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都要去到买才行 你说 我不用 不用 现在可以网购 那网购 你都要开着你的手机和电脑 都要按个键 要付钱 你才可以购买到那样东西 上帝的救恩 临到我们 只要你愿意接受的话 你又能够欢喜快乐 上帝就成为你的避难所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拯救了凡是愿意相信你 为我们每一位就仰望你的手 主要求你临动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求你引动我们的人生 走每一天的道路 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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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就讲的题目是痛风症 痛风症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是其中一个容易高发的病 现在痛风症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也越来越多 所以不要以为这只是老人家才有的 在这个秋冬的时候 其实饮食方面稍微不注意 或者受到风寒 这个痛风症就会发作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 关于痛风症的一些食疗和预防 这些食疗和预防药、诊治、胃按摩 其实都是作为大家参考之用 如果你们有个别的情况 就请来咨询你们自己的医师 开始先和大家讲一下痛风症究竟是什么病 痛风症其实是因为长期飘零代謝敏乱 而令到血尿酸增高而引起的一种疾病 那这个情况就是一般来说 中老年人是较为上见的 一般是发病的时间大概是四五十岁左右 但六十岁以上发病率也是算高 大概是占11.6% 痛风症表现上似乎是关节反复发作的一种发炎 但其实痛风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代表了身体内有代謝飘零出现问题 症状除了发作非常疼痛之外 其实后期的状况就是痛风结石 关节畸形 痛风性的肾病 甚至是肾功能衰竭 或者是心脏的心肌里面也会有这个结石 这个就是拼法了心脏病的问题 痛风症状一般来说是疾烈疼痛 疾烈疼痛风症状一般来说 有些情况除了在脚的关节之外 都可以出现在耳朵和手肘 痛风发作其实是一种尿酸浓度过高的一个景象 软化性的痛风病发病率 其实是跟直接吸收蛋白质含量的直接相关 这个是反映了病人本身 他体内的尿酸浓度过高的 而身体的代謝功能也有失去平衡 如果患者在这段时间没有注意这个警号的话 痛风就会反复发作了 痛风是属于一种代謝性的风湿病范畴 如果痛风和高尿酸血症 併发心脏肾病的时候 还会有其他的病变 比如也会和糖尿病有相关的 软化性的痛风发病率 其实显著性别和年龄都有关 在中国研究 九成的痛风症患者都是男性 而女性不够一成 但是如果女性经期绝经之后 发病率也会增加 所以已经绝经的朋友 已经留意自己的关节方面 会不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是个警号 根据痛风症的不同症状 一般来说是分四期 第一个阶段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 这段时间血尿酸高 保持高水平 但是奇怪 病人是没有出现症状的 所以通常都是根据 在一个验血报告中看到 所以病人也不需要用药治疗 但是需要改变饮食习惯 和减绑 避免痛风发作 第二个阶段是急性痛风 痛风关节炎发作 这是最辛苦的时间 通常会在晚上或半夜发生 初期发作的时候 通常发病的地方 通常都是脚趾、膝头等地方 比较长期的痛风患者 会发作在手指关节 或者手肘的位置 发作这段时间 通常会很痛 甚至是走不了路 发作的时间大概是一、两天 或者比较严重 可能到一个星期都有可能 这个情况为何会出现呢? 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 血尿酸水平是急忽高忽低 什么原因会令血尿酸水平 比如说疲劳 喝不够水 或者压力上升得很厉害 会有病 或者是喝了酒 熬夜 暴饮暴食 这些情况都会造成 血液中的尿酸含量 忽高忽低 而这个时间就是痛风发作的一个时间 接着是一个痛风缓解期 这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时间 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期间 如果这段时间 疏忽了治疗的情况 这个缓解期可能会变短 痛风会常常发作 会变得更加频繁 接着是一个慢性痛风刺入的关节炎 这个情况通常是在看见手指 变形 在这些关节的滑囊当中 造成疼痛 通常这个情况可能是痛风病 已经发作了10年以上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也会很容易导致感染 以及有发心肾病的一些拼法症 美国的一些研究显示 就是说慢性痛风石的关节炎 通常发作时间的时候 当然是会极度发炎 很厉害的 但是它去到稍微缓解期的时候 这些发炎也不会消失 就是说有这个痛风石的问题 那些发炎是长期存在 只不过是比较严重 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原因 所以这个 有这个去到这个阶段 就会是一个好似身里面 就是背了一个 长期消得着的炸弹 随时都会发作 那你就很辛苦了 那说一下痛风症 为什么会发生呢 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些人身上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长期食用一些高脂肪 不是高氧的饮食 比如这个海鲜类 特别是这个 就是那些甲鹤类那种 生蚝那种 那种 动物内藏 一些肉汤 酒类 以及加工食品 这些都会令到血液 尿液里面的那些 尿液是偏酸性 而酸性的尿液 就不容易溶解在尿液当中 就造成这个 尿酸排泄出现困难 就破坏了身体的平衡 和飘零的平衡 还有就是含糖饮尿 含糖饮尿 含糖饮尿 即身体是代謝果糖的时候 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 研究指出 如果是当我们身体 每天喝了500ml 含糖饮尿 最后就是酒精 酒精代謝 因为酒精代謝 会刺激肝脏 增加尿酸的产生 而这个增加了尿酸 也是大量增加的受益 也不容易排出体外 这就会造成尿酸的累积 就像上面三样东西 例如高脂肪 高蛋白质食物 高飘零食物 含糖饮尿 都是在短时间里 形成大量的尿酸 而不容易排出体外 还有剧烈运动 如果在短时间里 过度运动 身体里的肌肉和脂肪分解 亦出现大量的尿酸 亦是引发痛风 过度疲劳 过度疲劳 过度疲劳和压力 都是消耗身体里的状况 这种消耗性 会令到新层代謝降低了 令毒素在身体里不断累积 而酸亦是增加的 还有肥胖 因为肥胖脂肪过多 都会干扰尿酸代謝 有一句说话 肥胖是开启痛风之门 所以肥胖和痛风 是很大关联的 有些人 肾脏病变 或者肾脏 长期都有其他问题 出现高尿酸 会伤害了肾脏 因为肾脏功能已经不健全 但如果吃了这么多 容易增加尿酸的食物 或者生活方式 肾脏功能代謝更加差 便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简言之 这种原因 一是造成尿酸生成速度增加 在短时间内 令尿酸大量增加 难以排出体外 另一方面 尿酸排泄的速度 也降低了 就好像肾脏功能偏低 例如喝酒 或者这些情况 都会阻碍尿酸排出体外 所以造成尿酸累积过多 好了 我们现在讲一下 为何这些尿酸结晶 特别容易在手指 脚趾 或者膝头的地方 都会出现 其实这个和身体的体温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温度有关 一般来说 身体的身体 例如上身有器官的地方 会比较高 但是手指和脚趾 距离心脏较软 所以那些地方的温度 也是偏低 比如说 有些研究显示 就是说 膝头的温度 其实大概是32度左右 比一般我们理解的37度 低很多 但是有关研究报告也指出 尿酸 尿酸盐 通常在体温37度 pH7.4的时候 它溶解度 可以去到404个unit 但是在30度的时候 尿酸的溶解度 只可以去到268度 就是说 尿酸排泄的速度 在低温的时候 就会降低了 而降低了之后 尿酸累积 就很容易去到飽和点 这个时候 痛风很容易发作 一般典型的痛风症 症状在脚的地方发作 很多时候在夜晚发作 这个也是跟夜晚的体温 降低有关 而痛风性的关节炎 发生也会自行中止 通常是一两天过了 那人的温度调整 或者痛风的浓度 已经自己平衡了 它就会慢慢消失了症状 所以 其实是随着身体的温度 有调升 通风的尿酸的溶解度 又明显升高 那些尿酸就没有那么容易 累积在身体里面 而症状就慢慢消退了 所以其实简单说 就是四肢没端温度 下降的时候 尿酸的飽和度 就是降低了 那就影响了尿酸 在这些地方沉积多了 那尿酸就发作了 所以尿酸不单只发作 在那些关节和手指上 其实耳朵也会有 因为耳朵这些地方 通常是温度较低一些 也有些比较 在临床上有些长者 年纪大 你见到他在这个位置 耳朵附近 又出现了粒粒白色的东西 其实是尿酸 所以身体哪里冻 出现尿酸的机会也增高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 中医如何看治疗 这个痛风 在古籍里面有称为秘症 或者是历折风 这个就是中医以往一些 对这个病的一种简称 痛风病本身在脾腎方面出现虚弱 而那个原因就是 都是吃肥甘口味 比较多些 这个和现代医学都解释 差不多 但是因为吃了肥甘口味的东西 脾胃功能就更加不健全 就容易生湿 生热 根据这个症状 也有几种形态 急性发作期就是 这段时间病人容易发热 头痛 关节明显是红肿脏痛 这种是属于风湿热臂 治疗的时候要清热 去湿 驱风通落 有种情况叫真寒假炎型 这种痛风病得比较久的那种 关节红肿痛 他们口渴,但不想喝水 通常我们这种情况是要滋阴保肾 亦是清理湿热 但有种情况是因为 有种寒在内 所以我们温经通蜜 亦是散寒的方法治疗 慢性期 这个也是 关节疼痛 反复发作的 很明显是有 身体觉得是热 那种热的情况 减少了 但关节变得僵硬 甚至是用热的 轻型 扭曲 所以一些活动都受限制 治疗方面 要调理气血 保抑肝疹 要通经活络 要化瘀 这种活血化瘀 另一种是痛风石瘤 这种病 就是很久 痛风一段时间之后 就形成这种痛风石瘤的状况 这种状况 其实里面有阴寒内积 因为他长期病得久 病得久 病得久 身体变得虚弱 里面容易有些寒气 累积在里面 这个寒气 亦是阻碍血脉的流动 令皮肤失去养分 就形成这些瘤 在手指上 关节上 这种情况 是需要内治外呼 不可以单单靠吃药 亦需要外呼的方法 一起去治疗 才有效果 中医药在治疗痛风上的 优势 特别在慢性痛风期的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 中医治疗可以减少 发作次数 亦可以控制发作频率 和症状的严重程度 从而可以改善 预后的一种状况 中医的说法 为何脾胃那么重要 因为脾胃一条 周身血气肌 都可以调整 而脾胃一健壮 五脏六腑都能够慢慢 恢复健康 即是以治本 以调理脾胃 壮健脾胃 令它有功能恢复 才能改善 痛风原本的问题 接下来 和大家说一下 治疗痛风上用的中药 中药 这里想介绍一个谷具 给大家认识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谷具 是一个中药 可能觉得它是食材 沙律菜的名称也不一定 因为事实上这个菜叶 真的可以作沙律菜食 但在这里来说 我们指谷具 是指它的根部 谷具 它的性质是比较微虎 和性质是有些咸凉的 作用是清肝利胆 健胃消食 它又可以利尿消肿 用于湿液黄胆 水肿尿小 这个也是根据 新疆的中草药手冊 是指明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是 围染族的人 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草药 在当地来说 满族民间的人 会称这种谷具叫石芯 中国野生谷具 比起西欧和美加这种谷具 那种有效成分 是不相同的 在美加或者西欧的地方 这个谷具 是当作菜叶 西欧菜的食法 而它的品种 也有绿色 有红色 都是不同的品种 吃下去是比较爽爽的 还有比较脆口 有点苦味的种菜 看看这个谷具的枝纸茶 谷具枝纸茶 谷具枝纸茶 谷具枝纸各6至9克 8盒9克 桑椰也是5克 水三杯 要浸15分钟 水滚了后 煮大约1小时 每天可以喝2-3次 可以帮助排除尿酸 和降低尿酸 除了谷具之外 其中另外的成分 例如生枝籽 能够清热离湿 也能够凉血解毒 对促进尿酸排出 也很有帮助 不合 能够振静安神 其中的成分 亦可以止痛和抗癌 桑椰也能够利尿 能够溶解 排出尿酸结晶体 葛根也能缓解 急性痛风发作 引起疼痛和肿胀 所以这个茶 基本上 现在都很流行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试一试 另外一些通风的中草药 例如有 苍树 黄柏 二人 和坏牛室 这四种药 是一个中药的名方 叫做四苗苑的 专系对付清热消炎的那种状况 要用的 叶豪公英 亦能够消炎 降血脂 降血压 降尿酸 此车前草 亦能够降尿酸 和降血压 的一种草药 在缓解期 可以用一些 以仁 百合等 都可以降低尿酸 所以 大家看到 不同时间 不同症状 或者不同病人 用的药物 和配搭 都是很不同的 所以 如果有尿酸症状 烦恼的朋友 其实要找医师 来帮你去鑑证一下 配药 是比较安全一些的 大家介绍几个 对这个痛风有帮助的穴位 合谷穴 三阴胶 这两个穴位 以前也是和大家说过 因为这两个穴位 都是很普遍使用的穴位 合谷穴 合谷穴 基本上就是一个止痛穴位 按这个合谷穴的时候 它有疏散风邪 涉热的作用 也是止头面的痛 但它不仅是全身的痛 也会有帮助的 按这个穴位的时候 身体会增加这些止痛的寒烟毛 叫老内啡 按压穴位的时候 便起到一个疹痛的作用 另外就是三阴胶穴 三阴胶穴 三阴胶在小腿上 这个穴位是三个肝经 神经和埋皮经的交代点 所以叫三阴胶 这个穴位是有广泛性的用处 其中一个用处就是 驱风 驱风的经络 驱风的濕气 尽约位就是在小腿内側 脚眼中 用自己手的四只手指 量上去就是同身寸的三寸 另外一个就是伪中穴 伪中穴 对于腰腿经络的疏度很有帮助 因为它可以帮助泄热 以及有些经络当中的阻塞 语制 其实它都可以疏通 所以是一个书筋活络的作用 这几个月位如果是用手指按压 就比较累 所以如果按压的时候 就是比如这里这样 这个手指按下去 你按的时候 如果是打算按一两分钟 就有点难 比较累 其实用你的手指按压 这个地方 比如按压几秒 比如五六秒 就停一停 然后再按压 按压二三十次 这个效果就比较容易做到 每次按压的时候 你都感觉到酸麻胀痛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反射 是一个正常的 同样的三阴膠也是 按一下停一下 就可以容易持续达到效果 那么 位中穴 因为在膝头的后面 其实如果按的时候 我就用两只手指 一起 就是你递高一点 你自己的膝头 那么 你的膝头 你可以用力向压压 而同一时间 你的手指 就向着 那个 即是窝角的内側 里面向上按 变成了两个很大的压力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同样也是按压几秒 又停一下 这样就可以按压 就可以达到效果 如果想容易一点 就用拍打 用拍打 用的手 谷起的手 就好像有个位置 拍打的时候 有一个震动的感觉 是能够加速这个血液循环 所以能够疏到这个 经浪的瘀血和驱风湿的作用 打的时候 其实在膝头来说 最好是360度 四面这样打 效果会好 尤其是从膝头的后面 拍打到小腿肚 这里有好几个月位 如果你拍摄这几个位置 它整脚的经络 会疏通 然后达到血液循环 排毒的功效 也是一个提示 按摩拍打 也是一种健康的养生方法 平时我们做的 日常应该持续做 还有如果有痛风症 发作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的 反而拍摄这些经络 对疏通 脚趾和其他位置 可以舒缓 血液不会坠于一处 会比较好 反而你的穴位 例如脚趾的地方 你会痛 很难去拍打 最好整脚这样拍 效果会好些 所以要持续做 有一个粗练 做起来 效果会更加好 接下来 想和大家说 什么叫高凌食物 而凌铃是什么 凌铃是英文 Purine 有时会有一个语音 叫普林 这种物质 存在于每个 核细胞当中 是一种核蛋白质 代謝后出来的产物 是一个尿酸来源 高凌食物是包括什么 动物类是动物的肝状 和一些家禽 比较多 或者一些甲殼类的海产 比较多 甲殼类的 例如生蚝 虾蟹 这些会很多 例如小鱼肝 也有很多 植物类的 就像发芽部分 含量会更多 例如杯芽 或者黄豆芽 豆苗 香菇 草笋 也有很高的成分 另外一些高蛋白的浓缩食品 例如肉汤 或者经过提煉 精煉 出来的蛋白质食物 例如牛肉精 鸡精 这些浓度高的食物 都是很高的飘零 飘零是有分类的 高飘零食物的计法 每百克的食物中含量 如果有150至1000毫克 就叫高飘零 包括肝脏 贝殼 黄豆 酒磊 啤酒 这是高飘零食物 中飘零食物 由25至150毫克之间 包括菇类 金针菇 果仁 花生豆腐 这些都是 低飘零食物 每百克的食物含量 是0至25毫克之间 例如大部分的叶菜类 干果 龙眼肝那里似乎是高一点 但这些资料似乎是有偏差 看看图 在圆圈的图里面 有个建议 我觉得大家值得考虑 将一日所食的食物类 平均两餐或三餐 而不是一餐吃光 会分开飘零代謝的时间 有发痛风症的机会 也会减低 另外 看看图里面 就是菌菇类的飘零含量 看到香菇 这些全部菇类都是干的 飘零含量更高 香菇 茶树菇 飘零去到几百 三、二百、九十多 四百 例如白菇 也有二百 当中猴头菇 算是低一点 178 差不多在高飘零数字的下端 还有一个叫做鸡腿菇 它飘零含量是68 这些都是属于中度 所以如果它说 将这类的食物分开两餐来吃 或者是在缓解期时 可以吃些分开两餐来吃 其实飘零含量的吸收 可以分开两餐来吃 身体未必不能代謝 所以如果这样的食物 可以令到日常的食物更丰富 不用说一定不能吃 但要吃就吃得聪明一点 安排得好一点 接下来就讲一些 通风饮食日常的异技 一般来说 除了饮食之外 饮食也是很重要的 饮什么呢 饮水要饮得足够 因为身体脱水 身体的尿酸浓度就会偏高 所以饮水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一般人饮水 一般来说是6至8杯 水量就是 将自己身体的重量乘30 再减40cc 这是一般的水量 但是如果痛风病人 标准是比这个高 每天 一般来说是喝2000-2500ml 即是8至10杯之间 饮水会稀释 身体的尿酸浓度 也可以减少 这个结石在尿酸 即是在输尿管和肾脏的阻塞 那喝什么呢 主要是喝白开水 或者可以喝一些菜汁 一些自己先榨的菜汁 但是水果就不要放太多了 要蔬菜为主 平时睡觉前也会喝点水 因为晚上身体 整晚没有喝水 身体的水液会变得浓度比较高 所以在夜晚半夜 可能喝几口 也可以调节尿酸的浓度 平时也要多吃一些减性的食物 吃一些低飘凌的食物 刚才也提过 大部分的叶菜类 都是低飘凌食物 鱼肉类是适量的 应该选择多些蔬菜类 以减性食物为主 海产当中有些海草、海洁和海芯 飘凌含量也是低的 所以这些也是可以吃的 尤其是在痛风发作的时候 海洁和海芯等 都是蛋白质 但是飘凌含量是低的 所以可以吃的 喝酒和高糖饮料 这方面最好是平时不要斗 因为这是痛风的帮胸 喝酒和高糖饮料 即是可以在短时间里 令到身体分解大量的飘凌 令到身体的尿酸快速增加 成为一个累积的废物 所以身体不能排出 很容易有发痛风 不要大鱼大肉 平时吃一点是可以的 但不要说大鱼大肉 因为高飘凌食物 海鲜、家禽、毒物内藏 特别是偏高的 有研究说 一个追踪了12年的 一个关于痛风的研究 最终的700多个痛风个案的结果 如果平时适量吃一些高飘凌食物 例如黄豆植物的蛋白质 或者中度飘凌食物 平时也可以吃 但是这样吃法 不会增加痛风机会 反而大量的肉类海鲜 突然这样吃下去 就会增加痛风机会 例如人们喜欢 吃火鍋的时候 会同时喝高糖的饮品 或者喝啤酒 这就是令到 飘凌含量突然增加的 非常高的一种情况 平时也是减少食用高油脂 高盐的食物 因为高脂食物 会抑制尿酸代謝 同时也要留意烹调时 用油量和减少油炸食物 因为油脂食物 会阻挡身体分解飘凌 所以会令到飘凌的排泄 那方面出现障碍 另外一些加工食物 香肠、鱼牛肉丸 这些东西也有很多添加剂 都是不食为妙 控制体重 因为体重 肥胖是有发痛风的其中一个大因素 但也有些人很急速地减肥 会令到身体的肌肉 里面脂肪大量分解 反而急速地增加了飘凌 尿酸浓度的急速飘升 反而造成高尿酸血症 所以这些情况也要大家要注意 食物方面 萝卜科的食物 是特别适合有痛风症的朋友 这方面它可以帮助利尿 和化解身体内的湿热等情况 无论是白色的萝卜 或者是青萝卜 或者是小小的 红皮白肉的萝卜仔 这些都是适合吃的 所以这段时间 日常可以吃这些 普林低的食物 会比较适合 痛风病 其实一年里 大概有两个高发期 一个是夏天 另一个是冬天 那为什么夏天会痛风病高发呢? 因为夏天里 在夏天里喝很多冷饮 冷食 有冷气 这个会容易有发痛风 另外一个就是冬天 冬天 为什么会有发痛风呢? 主要是因为大吃大喝 吃火鍋 不吃很多滋补性的食物 加上如果在冬天的时候 如果有受寒 那也是一个原因 在2020年的冬天 台南有个人 他吃完一个 打完一个火鍋之后 他的脚趾腫到 好像个鸡蛋 那就是 上了报纸 大家有机会看到的了 那究竟痛风病人 是否可以打火鍋呢? 其实不是不可以 不过就是 选择食物 选择汤底 吃东西 都会有个顺序的 究竟如何吃法呢? 现在和大家说一说 那边炉主要是素食为主 配搭少量食肉 那就要避免吃海鲜 动物内藏 和加工的食品 例如 香肠 或者加工的食物 或者火腿 那些就最好不要吃 大部分的蔬菜 叶菜类是可以吃的 蘿蔔 刚才说的蘿蔔 或者是莲藕 或者是莲藕 瓜类 都是可以吃的 蔬菜 最好不要放太久 放3-5分钟 炊3-5分钟就可以吃了 还有炊蔬菜 不要炊太久 炊太久 因为炊得越久 吸附的飘磷会越多 还有蔬菜 如果放了很多肉类 再放蔬菜 蔬菜就会吸附了很多肉汤 即是飘磷 吃了进去 就算吃蔬菜 因为吸附了很多肉汤的飘磷 其实也是不适合 也要少吃菌类 也不要用菌汤的锅底 因为菇类汤的锅底 就飘磷含量膏了 也不要用花椒 辣椒 高浓度的辣 很辣的汤料 即是调味料 或者做汤底 都是不适合的 因为这些都是有发痛风的 饮食 亦都选择一些 白开水 或者喝点梳打水 都可以 因为这些都可以中黄尿酸 当然不要喝酒 啤酒 因为这些酒精 产生乳酸 产生乳酸,而乳酸也会影响飘零排出体外。 痛风的病人吃火锅的时候,首先要吃肉, 首先要吃菜,因为吃菜不会吸附飘零, 吃菜也饱了很多,就不会吃过多肉。 也可以吃豆腐类,也没有问题, 但不要吃干豆腐类,例如豆干, 可以吃滑豆腐类, 这样吃的会很稳定, 但有些人会说,不如不要吃火锅吧, 其实就两体,因为火锅在乎气氛, 有些朋友在一起就会开心, 或者最简单,你自己一个锅, 自己一人一个锅, 就不会吃掉别人的锅里面的飘零, 会加大欢喜。 接下来想和大家说, 如果痛风发作怎么办呢? 也有些应对方法, 大家可以看看可不可以有帮助。 首先,痛风发作的时候, 看看这个图,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台南的一个男人, 他吃了一个煸炉之后, 其实他可能不是吃一个煸炉, 而是连续吃几日煸炉, 我相信他是这样, 又喝酒,又很多东西, 你看他那个痛风, 最后,他的瘡脏就像鸡蛋那样大, 就在第二个脚趾上来, 只要一刺, 就会像火山爆发那样走出来的东西。 可能痛风不会有这麽严重,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 都会找些方法去应付。 首先,就是说要大量喝水, 因为水是有助稀释的尿酸, 喝水是 喝到八至十杯, 就可以平衡身体的水液酸度, 有助尿酸从神状排出。 在痛风发作的时间, 蛋白质食物, 建议用鸡蛋, 乳类, 或者是海洁, 海草, 海芯之类来供给, 都代替了其他蛋白质食物。 有一个方法, 就是买些蛇盐, 用来浸脚。 这个可以快速止痛。 因为射盐, 学名叫硫酸尾, 这是一种浓度高的简性化合物质, 它能够振症和抗径联练, 也是消炎去种。 放一盘水, 一盘水是跟身体温度差不多的水, 但是不要太热, 因为热可能会影响发炎的地方, 会更加痛。 放射盐进去, 然后溶解之后, 放一脚进去, 炮20至30分钟, 就可以减轻疼疼痛, 和帮助尿酸排出体外。 另外, 如果尿酸的痛疯瘫度也是严重, 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茶膏药。 通常, 痛痛病人都要臨床休息, 因为如果痛着脚, 也不可以走, 最重要是把发酸的脚抬高, 可以外用这个茶, 所谓三黄粉, 三黄是指大黄黄泼黄神, 这是清易解毒的消炎草药。 你去药材店买, 叫他帮你打粉。 打粉后, 你开一些暖水,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弧状, 把它贴在幻处, 然后贴胶布, 把沙布包着, 然后再连胶布。 如果像这个人的鸡蛋那么大, 就会有些困难。 这种情况可能要去医院, 看看医生如何帮你。 但如果一般来说, 不是太严重, 不会像这个这样大的话, 自己在家处理也应该没问题。 我们现在来到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饮食上的东西, 预防痛风, 但是单单饮食是不足以预防痛风, 还要有其他东西的配合。 因为痛风本身是一个全身性的代謝病, 而这个表现在关节上, 就是一个表面上, 但是全身性的疾病是需要一个比较系统的改变。 通风一般发病是通风十一年之后, 就会出现痛风石。 出现的情况, 就是反复发作到结石, 畸形肿胀, 甚至神功能衰竭, 都是一段时间。 最佳治疗的策略当然是预防性于治疗, 而最佳治疗时机当然是痛风未发作时, 高尿酸或者测试, 因为在咸血的时候, 阶段后, 没症状时是最好的。 但是没症状时,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在缓解期时, 就是一个最好的治疗时机。 按照中医的角度, 这个病与皮肾虚弱有关 而多食肥甘厚味的食物 令皮肥功能受损产生濕热 而积聚成为这个病 中医通常是标本兼致 对于慢性痛风期 可以减少发作次数 控制发病频率也能改善症状 这是中医治疗痛风的优势 预防痛风有十大重点 要多喝水,不要喝茶 因为喝茶会阻碍痛风尿酸的排泄 要吃低飘氯和高检性食物 减少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 不要喝酒 特别是避免大吃大喝 不要过度疲劳 因为过度疲劳和挨疑 都会令身体的代謝率变差 而身体变得是尿酸积聚 也不要过度运动 但要保持适度运动 例如低强度运动 每天都要做 要看重管理 因为肥胖是令到干扰尿酸代謝 还有就是避免受寒 例如受冷气 或者冷风吹集 喝冻东西 吃冻东西 这些都要避免 因为这些冷饮冷食 冷气都会降低身体温度 而降低身体温度 很容易令到尿酸排泄 很容易变得饱和而发作 中医方面 亦有一个对症的食疗应用 喝一些合式的茶汤 以及用穴位按摩 拍打去缓解 最后 情绪和压力管理也很重要 因为情绪和压力 很容易令到身体的免疫力降低 亦会增加尿酸的累积 亦会增加尿酸的累积 容易情绪过激 令到身体的尿酸突然累积 引发痛风 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压力大时 要学习管理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心呼吸 看下这个公仔 他吸气 身呼吸气 身体的肚腹会胀起 而他呼气 肚腹会缩小 做这个动作 要慢 通常做到六至十次 这种情绪 就会慢慢平复 尤其是当自己 心急 紧张 或者想骂人当时 做这个操练 就最好 因为深呼吸 可以减压 对慢性疼痛也能够有帮助 通风有些人说 是有遗传性 但通风的遗传性 其实是一种 可能是生活习惯的遗传 多于体质的遗传 因为根据中医临床的统计 在超过百万的 资料统计 父母亲先天性的体质 不一定跟下一代 是完全一样的 但生活习惯上的遗传 就会几多 因为父母亲的饮食的喜好 或者是坑调的方式 生活的其他的 一些习惯 都会比较 容易跟下一代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 如果我们觉得有通风 我们想想 这个通风究竟是我的后天的习惯 还是先天性的 其实是要分得开 如果很容易就觉得 这是爸爸妈妈给我的礼物 我也觉得不能说 好像很宿命伦伦 而放弃条理 就会有点可惜的 希望刚才提到的预防疼科 实大重点 希望大家可以试一下 而且大部分都不是难做的 但只需要一些恒心 和一些要考虑的 我希望大家 在冬天的时候 吃火锅的时候 吃得开心 不会有发痛风 我说到这里了 再见 谢谢郑医师 欢迎各位 每逢星期四 下午一点半到三点 来到我们的现场Zoom Meeting 你们只需要每个月报名一次 至于那个会议号码和密码 我们会按你的WhatsApp 和电邮去送出 或者你们打电话来 647-638-3308查询 试书福音热线623 每个星期六 下午2点到3点 等着你接通 416-754-3308 内线623 欢迎追求信仰的你 或者鼓励你的亲友 打来623 今集来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拜拜 小伙伴 小伙伴 追求您 小伙伴 的 澳大